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朋友就一直跟我说 David 你能不能谈一下日本的新首相坚义伟 对不对 但是最近因为比较忙 大家都看到昨天 对不对 那个美国总统电视辩论会 那真的是挺乱的 挺乱的 大家都看了 我也守在这里 因为在新西兰时间是下午的2点 所以来不及在昨天节目当中 第一时间跟大家更新 但是这个没关系 他们总共总统三场 副总统一场 在后面几场的时候 慢慢再跟各位来细细的分享 美国总统的电视辩论会 那当然要讲到就是之前我答应朋友 一直要讲的这个日本新首相 剑义伟 剑义伟 他其实算起来算一个政坛老将 不是老将 老将 发音要准 对不对 跟随安倍当副手 八年 这个命啊 真实人就是要命 突然呢 老大生病 他就 这个对不对 那么一选 党内同志呢 看着他年高得少 或者是得高望重也可以 就基本上呢 他就拿下了自民党党魁的位置 换句话讲 也就做了这个总理的 日本首相的位置 因为日本是有这个天皇嘛 好 那菅义伟到底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简单的说 他是一个算是平民出身 因为日本里面啊 虽然呢 到现在 但你要去追溯 某一些人的家事背景 你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 哇 财阀之后 有些人是呢 政治世家 或者是什么贵族通婚 反正每个人啊 其实叫政治人物 你去追 追他们的祖宗八代 都有那么一点 但菅义伟 算平民出身啊 那现在的重点是菅义伟最近啊 嗯 头痛 不是牙齿痛哦 是头痛 他为什么头痛呢 头痛的事情很多 第一 东京奥运会 原定今年举行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看起来疫情啊 好像没放过日本啊 日本挺可怜的 所以呢 他决定2021年 无论如何要办 哪怕是缩小版 都要办 就结了嘛 这个事情 不能悬在那里 对不对 那运动员 状况已经最佳状态 你再过两年 他都跑不动了 怎么比啊 对不对 这也是个问题 所以呢 明年 斩钉截铁 无论如何 一定办 可能没关注的比赛 但一定要办 好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哈 本来一直解决不了 因为各方面 主办澳组委 国际澳组委 日本澳组委 赞助运动厂商 运动 各运动协会 那个压力之大 不好搞 菅义伟说办 对不对 小规模办 要不然就凉办了 对不对 一定要办 那这件事情解决之后 第二件事情就要来了 那蓬佩奥呢 这个这两天呢 这个很快啊 大概也十月多吧 就要去日本 那蓬佩奥所到之处呢 各位都知道 那就有事了嘛 对不对 本来是大家天下太平 那那个彭大元帅一来呢 那这下就累了哈 那蓬佩奥呢 还拉了几个人 陪他一起去日本 要去开一个呢 这个Quad 我们之前节目有讲过啊 叫四方 Q-U-A-D 他其实是四个字的缩写 简称Quad 那这当中有谁 亚美利坚 对不对 蓬佩奥 日本啊 这个新的外务大臣 茂本 茂子敏充 茂木敏充啊 茂木敏充 然后澳大利亚外长佩恩 印度外长苏杰生 印度人啊 不是中国人啊 不是新苏的啊 所以啊 回过头来讲 这四个人聚在一起 干嘛呢 不是打麻将 他们是要算计中国 没错 好了 在这里特别啊 广告时间一下 为了感谢大家对 敬畏点评的支持啊 那在今天中秋节呢 呃特别跟这个呃太太啊 做了一个这个中秋月饼啊 要请大家这个尝一尝 那因为是视讯嘛啊 所以只能眼睛痴 那在哪播呢 在我节目的下方 我会把那个link啊 呃字顶 各位如果有兴趣啊 去看看 我跟我太太 两个一起做月饼啊 啊这个 这个手艺不好 请多包涵啊 啊好 广告时间结束 再来讲到 这一次 因为老婆有交代 你知道 一定要说 好吧 好 我一会都来就讲到 讲到 讲到这个 呃四个人聚在一起 不是辣麻将 叫算计啊 算计谁呢 算计中国啊 因为我们来看 这四个国家 美国跟中国 不要我讲 大家都知道嘛 最近已经矛盾最高点 对不对 两边呢 几乎 差点叫打了 那种味道啊 那各种动作 频频从中美贸易战 开始没停了 什么关闭领馆 什么 你看折腾的多了 对不对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讲到 这个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照讲 他跟中国还挺远的 但是呢 因为这些年嘛 没办法 必须选边 加上呢 中国过去 其实这十几年来啊 中国呢 对于南太地区 南太平洋地区的岛国 不是南海 是南太 那差很多啊 那些小岛的 他都很关照 对不对 援建啊 帮助这些友邦 那当然呢 澳大利亚就很担心说 欸 在我们家院子外面 搭个架子 是不是要干嘛呢 对不对 诸如此类的啊 那澳大利亚也加入了 那印度不用说 最近在喜马拉雅山 这件事情还没了 虽然冬天呢 可是看起来双方呢 好像把那个装备都准备好 最近呢 中国官方啊 还特别公布 这个高山玉寒装备 那个很清楚啊 有各式各样的 对那个士兵现在福利真好 对不对 各种帽子啊 袜子啊 什么鞋子啊 衣服外套 我里面的那种 那个羽绒衣啊 什么 那真好啊 对 因为这个地方确实很冷 好 那印度 那日本呢 日本有点难 说真的有点难 菅义伟啊 他本身 现在面临一个更头痛的事 是原定11月 就推辞啊 原来说今年春暖花开 习总要去日本访问 破冰之旅 对不对 原来勾勾勒了一幅美好的愿景 中日的愿景 对不对 冬金奥运会 日本修改和平宪法 这个是安倍 一辈子的梦啊 就被那个新冠病毒那么小的家伙 给破局了 习总不能去了 对不对 说推迟11月 但现在看来11月 能不能来还是一件事啊 那第二奥运就挂了嘛 推明年 对不对 和平宪法 那更不要说改啊 那不能为了改 就在此时此刻 日本国内有一种声音 说你看 中国跟美国现在矛盾那么高 咱们日本啊 是不是要表个态 就说啊 再跟习总说 这个关于你来访问这件事情啊 最近疫情严重 咱们呢 是不是等到明年春暖花开 2021年 就再拖沓一下 不然呢 美国那边压力很大 啊 我想兼议为 这一次啊 碰到蓬佩奥 蓬佩奥一定会跟他讲 对不对 推推推推推 至少推到后面一点 再说啊 所以呢 菅义伟有第一 美国的压力 第二 这个 各位注意到 在大概 九月的下旬 大概差不多在 二十几号的时候 有一个人啊 他的title很长 美国总统 军控事务高级特使 马歇尔 比邻失利 这个人干嘛呢 他呢 简单的讲 他跑到韩国 跑到日本 去干嘛 叫这两个国家买中层导弹 中层导弹 买来干嘛 导弹用的 对不对 这个军控专家 突然变成呢 这个武器推销员 因为这个话说啊 转一下 讲到当年在美苏冷战的时候 那到后期 美国跟苏联呢 就签了一个叫做 这个中导协议啊 中层导弹协议 言下之意就是 我们暂时啊 只发射 只研发短程 要不然就周际 中间 从一千公里到 五千五百公里的飞弹 不再研发 有的销毁 陆基的部分喔 那时候美国留了一手 说我们陆基啊 全部销毁 但美国啊 因为他海军比较强大 他有海基 他还有空基 基地的基啊 不是母基的基啊 陆基 所以呢 这个 这个苏联当时也跟他一起 把这个中层啊 这个武器啊 给拿掉 因为中层导弹啊 他是一种攻击性的武器 因为他可以打到 从一千打到五千多 洲际导弹 那等于是 就终极武器了 因为那种核弹头 大家最后是 就最后就是 豁出去的作用 所以洲际导弹 用的机会不大 短程呢 防御 对不对 敌人冲到我家门口 射一个 对不对 平常我要射 射不到人家家嘛 除非他跑到我家门口 我才打他 所以短程流 洲际流 中间不流 因为中间哪个攻击啊 随便一射 一千米 一千公里 一下就打到了啊 两千三千 那更容易打到 但是呢 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啊 快三十年啊 美国跟苏联那时候搞到现在 中国啊 哎 牙子划水 划了多久呢 两千枚 中国现在中程导弹大概预估啊 美方说的 两千枚啊 这个不涉及国家安全 这美国人说的啊 这个没有刺探军机密 那也可能更多了 但美国猜 推算 两千枚 这两千枚的 中程导弹呢 实际上 就是什么东风15 东风21 东风23 什么 就是航母杀手这些 对不对 所以美国呢 现在呢 为了反制 因为我们 昨天有讲到嘛 这个 反介入 对不对 靠什么 导弹呢 所以呢 美国现在要什么 反反制 你反介入 我反反制你 那在哪呢 美国去装这些导弹 美国本土 太远了啦 太迷洋那么远 他飞不到 对不对 那放哪 最好不要自己出钱 没错 日本跟韩国 所以你看日本前一阵子 说什么 什么那个 神盾 拦截系统 说不做了 说什么 会掉到住宅区 听他讲 对不对 他要干嘛 美国给他施压 买中程导弹 中程导弹 是攻击性武器 他不是防御的 你说神盾系统 当年韩国的萨德系统 那个是属于防卫拦截 不是攻击武器哦 那个民众啊 都已经 都跟政府快翻了 现在呢 美国逼了日本政府 埋中程导弹 美其民啊 是抵制中国 实际上呢 是替他打工 自己带枪 帮他打工 所以菅义伟啊 现在头大的不得了 对不对 国务卿都来施压了 这个习近平的到访啊 对中日关系讲是正面 但如果你拒了习近平 你要知道 中日关系至少后退 五年到六年 大家 你不要当中国人 没感觉嘛 对不对 习总也是感情很丰富的 他知道你拒我一次 两次 第三次 对不对 那算了老子不去了嘛 对不对 这个中日关系就退了 好 所以对菅义伟来讲 他这个首相当的头大 你看马上十月份 蓬佩奥去了 这个军控 这个什么 这个高级的这个特使 已经来过了 真的 日本现在到底要不要做 要不要买 要不要拒 这全部啊 都放在菅义伟前面 所以各位想奥运办不办 对他来讲 小菜一叠了 更头痛的事在这面前 中日关系对日本来讲 日本也知道 各位要知道 日本在中国的企业 大概有一万四千多家 投资的金额啊 大概最少八百多亿美金 在整个中国市场 那些日本厂商 一万四千多家日商 在中国 那这些在中国干嘛 就制造业嘛 对不对 他做的东西 希望能够卖中国国内 因为是中国制造 的日本品牌 卖给中国人 谁赚钱 日本人嘛 日本老板 赚在口袋里了嘛 对不对 然后又可以外销 虽然是made in China 但是日本品牌 我曾经看过 有很多日本的电器 很少有made in Japan 像那种什么 什么电视冰箱洗衣机那些 什么马来西亚啦 什么中国啦 都那些地方做 还大牌子哦 都日本人大牌 日本本身 现在都做的比较高端的 比较贵的东西 他做 那这种白色家电 不做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日本知道中国他不能放 中国是日本经济恢复的关键 因为二战之后的日本呢 打的空了 对不对 那麦克阿瑟当时占领日本的时候 实际上是为了防止 为什么美军驻扎在日本不动 当时等于就是 整个美国占领日本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苏联那时候要日本 美国不答应 美国说我从太平洋一路打 一个岛一万美军平均挂掉 一路打到日本 日本我不放 不跟你分 苏联说 38度现在割啊 朝鲜半岛一半 日本一半 对不对 欧洲一半 咱们分 美国说不行 日本不能给 因为美国 也看到日本人那种个性 你分了 将来呢 苏联的力量 美国扛不住啊 所以呢 到后来 麦克阿瑟不是不动吗 接着后来苏联气炸 搞了一个朝鲜战争 硬打嘛 对不对 朝鲜当时敢南下 谁给武器的 苏联嘛 打了 打了以后怎么办 麦克阿瑟这边 就在日本 这个这个 因为部队在前线打仗 后勤补给 日本就快点啊 美国就支持他 快点发展轻工业 做衣服 做军服 做食物 送朝鲜半岛打韩战 朝鲜战争 去 所以日本经济啊 在大概战后五年 就开始慢慢复苏 接着呢 签了一个安保协定 1960年 签了安保协定 就拿回日本的主权 日本人自己管 那麦克阿瑟这批美军呢 他们就退了 对不对 驻扎的海战 但是这个 又回到日本自己 可以有政府制度 然后日本就开始 发展经济啊 快速啊 对不对 那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日本当时是亚洲的大哥 他最有钱 他发展的最好 对不对 当然呢 他发展的太快 这个 让这个老大哥不爽 对不对 把他叫到 他那时候搞什么 他那时候关键被叫去 这个广场饭店啊 吃饭呢 是因为他刚时啊 当时 要做半导体 这个是 刚刚开始的产业啊 就像现在5G 美国人一看 你搞半导体 我以后混什么啊 对不对 就来 叫这个日本财政部长 到纽约 这个广场饭店 对 我们来签个协议 叫广场协议 日币给我升 我说什么时候停 你什么时候停 那日币一升 变得怎么样 日本人突然很有钱哦 到处买 整个经济膨胀 到最后 到了80年代 经济泡沫破裂 对不对 石油危机 经济泡沫破裂 失落的20年的日本 到今天 日本知道 经济是日本 能够这个民主啊 能存活的关键 二战后 对不对 朝鲜战争 二战后 接着经济发展 对不对 接着广场协议 到今天 他知道 没有中国 以后的日本 那就是 跟东南亚那些国家 大概都一样了 对不对 上不了台面了 怎么办 不愿意放啊 但美国压力那么大 怎么办 所以菅一伟现在 是最伤脑筋的事 但是 当然这个 回头看在这个 目前整个东亚的局势当中 印度当然呢 巴不得啊 最好 这个韩日这边啊 装了这些中层导弹 买了美国很贵的啊 买了一大堆 通通对了中国 那中国的重心呢 就会跑到东北亚 他这头呢 就能喘口气啊 不然呢 他面子挂不住 莫迪你也知道 印度啊 一直有那种 当世界大哥的野心嘛 对不对 虽然呢不能当 但他一直想当 那如果中国现在把重心 一直放在喜马拉雅 跟他耗下去了 玩下去了 对他来讲不利 因为你搞不定 韩国 那个印度人民会说 莫迪你搞什么啊 所以现在的压力啊 最好是什么 你们去那边先弄热闹一点 中国的重心呢 跑到东北亚 咱们这边呢 就可以喘口气 所以这个国际局势啊 很妙 所以呢 菅义伟呢 这个首相 听起来很过瘾 日本首相 但是其中的苦啊 是一言难尽 那当然随着时间上发展 未来日本局势 会如何走 跟11月3号 谁当美国总统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那菅义伟能不能挺住 坚持继续走 跟中国的这种 这个紧密 紧密的道路呢 还是会放弃中国 倒向原来的美国阵营 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 也在这里 非常谢谢各位收听收看 最后还是再次祝贺各位 中秋快乐 我们明天空中再见